你不会真的以为 所有蛋仔头顶的圆形小啾啾 都不会发光吧 快看 眼前所看到的蛋仔小粉 但它头顶的圆形小啾啾 是没有发出光芒的 但是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吗 其实 湾芳在蛋仔岛中 隐藏着一只头顶圆形小啾啾 会发光的恐怖蛋仔 你们难道不好奇 头顶圆形小啾啾会发光的恐怖 蛋仔它究竟是谁 长成了什么样子吗 众所周知 蛋仔岛中的绝大多数蛋仔 它头顶上的圆形小啾啾 都不会发光 比如说圆圆子 它头顶的圆形小啾啾 也是没有发光的 如果你的蛋仔头顶的圆形小啾啾 也不会发光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就连蛋仔岛中的 NPC蛋仔潮流蛋 它头顶上的黑色圆形小啾啾 也是没有发光的 你表情包中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蛋仔潮流蛋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那么 蛋仔岛中隐藏起来的这一只 头顶的圆形小啾啾 会发光的恐怖蛋仔 它究竟是谁 今天我和学姐在蛋仔岛中 发现了这只蛋仔 它的外形非常恐怖 穿着宇航服 来自于宇宙 头顶的圆形小啾啾 散发着蓝色的光芒 请记住它的名字 星际来克 所以说 在蛋仔岛中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蛋仔 它们头顶的圆形小啾啾 都不会发光 被官方隐藏的恐怖蛋仔 星际来克 它头顶的圆形小啾啾 就散发着蓝色的光芒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